今天给大家说一个灭绝人性的案件 消失的夫妻 2013年5月14日 山东费县的刘大妈接到儿子霍某的电话 告诉她第二天要去刘大妈那里吃饭 5月15日 因为儿子儿媳是做夜市小吃的 出摊早收摊晚 以为能见到儿子儿媳的刘大妈 高兴的上罗着中午的饭菜等他们 等他们吃完午饭好早点出去做生意 可是等到10点 儿子儿媳都还没来 打了电话是关机的 觉得不对劲的刘大妈 立即往儿子家里赶去 刘大妈来到儿子霍某的新房外 发现新房的大门没有锁 而且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刘大妈转身准备走出大门时 发现霍某家里的小狗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 被吓到的刘大妈急忙跑出院子后报警 霍某与妻子张某刚刚结婚半年多 结婚的新房位置有点偏僻 南边是一片树林 西边是一条河 周围也没有人居住 为了防止小偷 霍某还在外墙上装了两个监控探头 窗户也加了防盗窗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让这对新婚夫妻突然消失了 警察赶到现场后 先对霍某家里进行搜查 发现桌子上有一锅吃过的红烧肉 桌上有两副碗筷 还有一些散落的啤酒瓶 家里有被打扫过的痕迹 床上也收拾的很整齐 警察立即想到外墙的监控 可以调取监控看看发生了什么 可是来到连接监控的电脑处 却发现电脑没有主机 应该是被人抱走了 外墙监控探头的线也被人破坏了 民室警方立即分成两组 一组人以房子为中心进行调查 另一组人员扩大搜查范围 对外围进行走访排查 这时屋内调查的民警发现 防盗床上有正方形的缺口 还有几处被人蹬踏过的痕迹 又在壁櫷内收出一些很脏的床单 现场勘察的时候 在霍某和张某的卧室 还发现一处隐蔽的血迹 而且房内还被人用拖布打扫过 警方猜测 这间卧室很有可能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而男车的卧室 散落几件女人衣服在地上 这些衣服有明显的失扯痕迹 就在屋内调查的民警一头污水的时候 外围调查的民警 却在河内有了意外的收获 外围民警根据发现的血迹 在河内捞出三个塑料袋 在这些袋子中 不仅有带雪的异物 还有两张银行卡 经过刘大妈的辨认 带雪的异物是霍某和张某的 其中一张银行卡是儿子霍某的 另一张他不知道是谁的 这张银行卡是一张低保卡 卡的背面有一个叫做傅某的签名 民警跟最树林里的血迹 一路寻找 来到一个小山洞 这个山洞不算大 离地面两三米高 洞口有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些新鲜的节感 搜查的民警进入山洞后 果然发现新婚夫妻的尸体 死状很惨 霍某多处受伤 而张某更是体无完肤 浑身不满齿痕和抓痕 下体和胸部 还插着牙签和钢针 死签明显被人虐待过 这场景连见多识广的法衣 也忍不住掉下眼泪 因为张某已经有身孕了 这件案子的恶劣程度 简直人神共愤 凶手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办案民警现在只想将凶手绳之以法 办案民警打算先从低保卡入手 可是经过民警的调查 父母是个年近70岁的老人 而且居住在100公里外的温南镇 父母年老多病 作案几率几乎为零 但据父母说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傅刚 26岁 整日游手好闲 而自己的低保卡也在傅刚手中 这张卡在林仪使用过 这时银行也传来消息 新婚夫妇的银行卡 被人分6次取走1万1千元 而在取款监控中显示 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人来取钱的 令人气愤的是 该男子取钱时 会情不自禁的笑 而且身上穿的女装 正是刘大妈的儿媳张某的 但是经过仔细对比 该男子并不是傅刚 难道凶手另有其人 5月16日 在走坊中 有村民提供线索 14日下午2点到5点 在废弃的洋水站 有4个青年长时间逗留 而15日上午 也看见那4个人在案发地路过 还有一个身形瘦小像个半大孩子 当民警拿出傅刚的照片和银行监控给村民看时 村民很确定看到的那个比较胖的就是傅刚 而取钱的人就是那个半大的孩子 经过系统比对 警方确定取钱的孩子名叫赵峰 得到这些证据 警方立即对傅刚的行动轨迹进行侦查 发现傅刚和赵峰在几年出现 费线公安局长亲自带队 前往锦林实施抓捕 可是二人已经乘坐大巴车 离开锦林二十分钟左右了 抓捕人员再次出发 在泰安市汽车站的出探口 将大巴车别停 刑警立即对傅刚及赵峰进行抓捕 抓到二人后 刑警突然发现有人跳窗逃走 好巧不巧地落在公安局长的车顶 刑警立即将其控制 经过询问得知 此人是傅刚的好友张学军 在大巴车上 其中一个凶手王吉云 本来暂时没有暴露 他却主动站起来给刑警解释说 他不是傅刚的同伙 这反而让警察起了疑心 就这样 王吉云这个猪队友 也被刑警逮捕 此时距离报案过去了48个小时 审讯中年龄较大的张学军 对犯罪过程的叙述最为完整 据交代 他们四人整日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没钱了就去偷或者抢 在5月14日之前 张学军和王吉云 就去过霍姆家里偷东西 在偷盗的过程中 张学军看到霍姆和张某的结婚照 觉得张某长得不错 张学军就心生邪念 5月14日下午2点左右 四人坐车来到费县 走到霍姆家北面废弃的洋水站观察 发现霍姆在家 而且周围也有人就没有动手 就待在洋水站抽烟等待时机 等待期间张学军还一直给另外三人宣扬 张某是如何的漂亮 提议抢劫之后对张某进行抢劫 另外三人都表示同意 下午6点左右 四人看到霍姆家周围没有人后 走到他家附近 却发现霍姆夫妇两人 打开车门骑车走了 等他们夫妇二人走远 四人来到墙外 富刚先爬到墙上 把监控的线路剪断 然后另外三人跟着翻墙进去 进入屋内 四人先是翻找财物 找了一阵 富刚打开电脑 在监控里发现自己翻墙的视频 他不会删除监控视频 就提议走的时候将主机带走 继续翻找一阵后 张学军 赵峰 王景英拿出准备好的匕首 又让富刚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 就在屋内市的西瓜雪糕 等着霍姆夫妇回来 大概下午7点左右 霍姆夫妇回来了 张姆先进小卧室 就被躲在小卧室的张学军等人挟持 控制张某后 张学军 富刚 王景英又冲到客厅准备控制霍姆 霍姆反抗一阵后 腿被扎伤 被张学军用事前准备好的手铐靠住 又拿电线绑住霍姆的脚 随后在霍姆身上搜出三张银行卡 王景英问霍姆银行卡密码被拒绝后 便对霍姆进行疯狂的殴打 熬不住的霍姆 随便说了一串数字 但王景英用手机银行查询 发现密码不对 又对霍姆进行殴打 剑展时问不住密码后 张学军和富刚就将霍姆带进主卧室 而王景英和赵峰则在小卧室内 对张某进行长时间的猥亵 虐待和轮奸 张学军让富刚去做饭 可是发现富刚做的不好吃 就想到霍姆是厨师 就用手铐靠着霍姆 让他单手做饭 四人吃完饭喝完酒 听到院子里的小狗一直叫不停 张学军就指使富刚去杀了小狗 而张学军则去浴室洗澡 洗完澡后 四人提议凌晨三点杀掉霍姆夫妇 张学军再次逼问霍姆银行卡密码 这次霍姆没有隐瞒 可能是希望他们拿了钱赶快走吧 就把真的密码告诉了他们 确定密码没有问题后 张学军就让王吉英和赵峰去取钱 顺便买一些香烟和吃的 二人走后 张学军走到小卧室 也对张某实施了强奸 还欺骗张某他们天亮就走 张学军出来后 又换富刚进去小卧室 对张某进行虐待和强奸 王吉英和赵峰取钱回来后 把买东西剩余的钱 全都交给张学军 后半夜四人继续对张某实施 非人的虐待和性侵 持续时间长达整整八个小时 凌晨三点 张学军和赵峰压着霍某和妻子张某见了一面 两人可能已经知道结果 互相安慰着 见完面 赵峰控制张某 张学军 富刚 王吉英三人将霍某带到主卧 先是用电线打算勒死霍某 但是张学军和富刚用力过猛 把电线都拉断了 霍某还没有死 富刚又找来铁链 勒住霍某的脖子 用数量带蒙住霍某的头 霍某挣扎了几下 又被富刚用菜刀砍头 直到将霍某砍死才停手 霍某在被杀害的整个过程中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可能是担心妻子听到 会担心害怕 也许是自己心如死灰 只是在被杀之前 霍某请求他们四人放过自己的妻子 三人将霍某杀害后 就去小卧室 然后四人一起将张某无死 无死之后 富刚还用烟头烫了张某的胸部 将二人杀害后 四人分工将尸体搬到他们提前看好的山洞内 然后找了一些结杆 把尸体盖住 弄完后四人返回霍某的家中 开始打扫犯罪现场 富刚还换上霍某的牛仔裤 顺手将自己父亲的低保卡塞到裤兜里 但是又发现裤子上有血迹 吓得富刚急忙换回自己的裤子 但是牛仔裤里的低保卡 他却又忘记拿出来 四人将床单换了之后 带走了垃圾还有电脑主机 将房门虚掩后 将这些犯罪证据全都扔到河里 然后分头逃跑 后来四人再次碰面 本来商量好一起逃到几年 没想到刚准备逃走就在盗包车上 被警方抓获了 由于四人的犯罪情节太过恶劣 当警方带回四人去指认现场的时候 难以控制怒火的围观群众 纷纷冲出来 群殴四人 2016年6月 张学军、富刚、王景仪被执行死刑 赵峰因案发时属于未成年 被判无期徒刑 因为本案的血腥和残忍程度 远远超出常人想象 视频中无法详细讲述 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的网友 可以搜索文字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 据知情人士透露 2013年破案后 在看守所等候惩判期间 四人的案件被其他犯人知道后 这四个畜生在狱中 全都被其他狱友热情招待 胖子富刚一个月被打了60多次 体重从200斤下降到150斤 成功减肥50多斤 枪毙时三人都瘦得皮包骨头 而未成年的兆峰 虽然没有被枪毙 等待他的缺失声不如此 每天都会被热心的狱友 细心呵护 在狱友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下 赵峰被呵护成了精神分裂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